咱去到这个里边去看一看,好吧 刚才拍到行宫了,看这狮子 这狮子头被弄掉了 这是莲花,这是象 这是个桥,这是个谷 做的栩栩有声的呀,这是个狮子被摸掉了 这是莲花,这是个龙,盘转的龙 一会咱们就进这个 到这里边拍,那里边没啥,行宫里边也没啥 咱们到里边拍一下古建筑,刚才我骑着车子过来了 这好厉害,这石头都是以前 估计行宫的时候建的 这都是黄道 咱们一会去看一下 张米柴沟官府村,这个名字叫官府村 咱们看一下这介绍哈 这个是行宫东路 古老文明,国家暴灯 全村光荣,传承立宫 专门光 古代 在古代米枝鱼林沟美女河流域 曾避有专门供女人采果的 果品的区域 巨型石壳下有女人聚 聚居的草亭或石亭 被人称为美女亭 最著名的有十大美女亭 再看一下哈 这介绍,然后张米纸 看一看 走 这边还没啥,咱们往那边去哈 我感觉她这边现成的这美女有气质 别说,别说长得怎么样哈 也有气质 确实比较有气质 这都是建的很早了 应该 走 然后里边去哈 里边的那门啊 你知道吧 就是特漂亮 刚才咱已经过来了这个街 咱过来了已经 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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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远门 这石头得多少年了 看着 哇,这石头 这石头太有年代感了 看到我的手没有 这石头最好再有两百年了 就这个门最好再有两百年了 我觉得 石头都被封化了 这石头好像都封化了已经 这个好一点 这老石头 这老石头都被封化了 你看她这个古宅,咱看着去 一会儿看看 这边应该是最古老的吧 这边应该是最古老的房子 看到没有 全部用石头给拼成的 全部石头拼成的 咳咳咳咳咳 这边还有洞 垃圾 哇 这都是多少年了 你说说 这石头被水滴啊 这都被水砸成这样的 看到没有 哇,这种石头你看 之前可能是 可能像这样的 现在被砸成这样的 多少年了,被封化了 石头被封化了 石头也会被封化呀 被封化了 这房子再有两百年了,到三百年历史了 两三百年 这种小门 走,咱往那边走一走 我刚才看到有糊涂 坐在这里边好像回到了古代一遍 真的 好像回到了古代一遍 走 咱就专门挑那种特老的房子 咱们看一下 以前的建筑和现在的建筑风格 我觉得以前的人比现在的人 稍微好一点 对 以前的这是 你看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拍过了 这家 就是感觉到 这个 这有挺有历史的 这个是 这个门口我不知道是啥 这个能有知道是叫啥的吗 这门口为什么放两个石头呢 不知道叫啥的 这刻的什么呀 啤修吗 然后我就进来了 我不知道这是谁家 你看这木门 哇,老有年代感了 大木门 进来了 木门 房里 挂了个灯笼 这边我们就进来了 这边这样了 庭院 这都是庭院似的 这中间这是个是银客墙吗 还是什么 然后进来以后 看到没有 这是以前 这是这是什么卫生间吗 这是厕所 厕所 刚才把我吓一跳 有个女孩子 我就进来了 听一下它这古代的厕所 哇 味道挺大的 古代的毛坑 草,古代的毛坑就这样了吗 太脏了吧 这毛坑 建了 是这样的 这是公共的吗 不太知道 这房子 这是可能后来建的 这后来建的 这都是啥 这个门给封了 这是啥呀 这是个大盘啊 这是干啥 八六呢不知道 这是 它盘上的什么 看到这里面的建筑 这里面还有小孩 在玩呢 这以前可能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 大户人家的一个住宅 走,咱继续走 这个庭呀 我家要能 也要建个这样的小 太有年代干啥了 好 好 好